Sup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逆光 逆光是我一直很喜歡的光源 不管怎麼拍 只要曝光正確都能出很不錯的效果 我先跟著百科簡單解釋一個逆光 逆光是一種由於背色主體恰好處於光源和照相機之間 這種狀況很容易造成背色主體的曝光不充分 在一般的情況 攝影者應盡量避免在逆光的條件下拍攝物體 但有時候逆光產生的特殊效果 也不失為一種藝術攝影的技巧 這是百科想要告訴各位的 那我想要告訴各位的是 就是要不斷的用逆光去練習把畫面拍好 當你掌握了逆光 你就掌握了攝影 掌握了故事 掌握了情緒 掌握了顏色 那樣的地方 不一定能夠清楚表達你想要表達的 暗的地方 往往能給觀眾更多的想法 日落或是日出的時候 拿起相機或是手機 把你覺得每個美的畫面去記錄下來 再回頭看看哪一些照片 讓你覺得你想要留著 我當下的光線又是什麼樣的角度 但各位記得 攝影它沒有規則 我今天要分享的可能並不是用於你 永遠記得我只是參考 你們要去發現自己 最後我對逆光來解釋是 逆光是把對於這個影片 或者照片的解釋全留給觀眾 不負責視覺 不負責想像 Peace